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在Revit叫鏡像 那在CAD我們叫鏡色 都一樣 總之就是把物件像鏡子一樣到 相反的到複製到對面一份這樣子 那叫鏡像 那一樣東西選起來 在修改面板這裡就會有鏡色 就是鏡像 但是它直接給你兩個 因為其實整個鏡色或鏡像的重點就是 你到底要依照哪一條線去鏡色 或者鏡像 那東西選起來 所以那條線在Revit裡面可以用旋的 或用畫的 因為在CAD永遠都是用畫的 點亮點用畫 Revit有一大堆線 所以可以用旋的 所以假設像我今天在桌子對面要有一份 因為桌子會有桌子的中心線 所以我直接用旋的就好 我可以跟他講旋這條線 他就直接過去對面一份 如果這裡也要有一份 我也可以用旋的 直接用旋強中心線 就過去一份 然後 那麼 當我要 當我要Milo過去對面的時候 如果這裡不勾複製 預設是勾的啦 不勾複製 就原來就不會有了 這個CAD也是有的嘛 那再來 這也是一樣啦 我可以直接把 窗戶啦 門 窗戶啊 門啊 牆一次全部都Milo到對面去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都選起來 然後直接跟他講 全部請你對面一份 他就會Milo過去了 所以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如果今天有些時候像這樣子 我沒有那個參考現在 我沒辦法選 那你就自己畫囉 我就用畫的 好 那我可以跟他講點一點 點兩點 畫一條近色線就Milo 啊 當然 這個東西 我竟然是自己畫 我當然也可以畫斜線 對吧 畫斜線他就會Milo斜的過去囉 所以 來 各位自己練習一下 我這邊的話是把 這裡全部 讓他所有的房間 全部都有一份 所以來 各位把這個東西做練習一下